在城市論壇上 全國政協委員劉孟雄一再強調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現時國家不應該無限上綱 將矛頭指向中央 在人權方面來說 我們國家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但是比起文化大革命 大規模地破壞人權踐踏法制 國家真的在進步 我覺得不能夠用低的標準來做比較 尤其是跟文革的時候比較 如果是這樣 你不要跟滿清的時候比較 不要跟明朝的時候做比較 內地維權人士北楓就表示 中央有責任介入調查 快速明確表態 才能夠將中央和地方切割 近期中國網民經常會說一句話 中國政府外交方面 要張面什麼都不要 對國內的民眾 就是要錢什麼都不要 其實這是很明顯 國際壓力給中國政府 有一點點壓力 我想七一方面 特別是胡錦濤先生 要過來 我想如果香港民眾 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想應該都要珍惜這個機會 劉耀紹就認為 中央在事件上 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中央他自己本身都有一個不可推卸的間接責任 就是他長期以來那種精神政策 穩定壓倒一切 這種做法加上他的制度 是令到一些地方官 是不理那麼多 就亂做事 就造成現在這樣的惡果了 支聯會主席李卓仁認為 一日有李旺陽的事件 中國就沒有進步 他說事件在7月1日前仍未解決的話 一定會在領導人訪港的時候作出追擊行動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許沛之報道